加拿大皇家银行年度房屋所有权民意调查报告显示 随着加拿大进入后疫情时代 人们的购房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购买意向开始逐渐恢复到2020年1月的水平 这项民调对于2753名加拿大人进行了在线访问 其中23%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可能在未来两年内来购买房屋 这个比例于2020年疫情前的22%基本一致 而当时加拿大人还不知道 疫情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相比之下 这个比例在2021年则高达30% 另外59%的受访者表示 随着防疫限制措施的结束以及生活恢复正常 房屋地段仍然是受访者买房考虑的首要因素 他们认为房屋的位置比空间更为重要 这与疫情期间 买家希望有更大居住空间的态度相反 只有25%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愿意远离城市便利设施 以便能够买到更大的房子 在谈及房价是否会影响到人生重要目标时 47%的受访者表示 随着房价上涨 考虑购房或存钱买房给他们的人际关系带来了压力 30%的受访者表示 由于房价上涨 他们已经或将因需要与父母一起住更长的时间 才能够存购买房的钱 除了高房价的障碍外 一些受访者表示 可能退出买房的另一个原因 是疫情影响了他们的财务状况 民调发现 40%的受访者在财务上感到不堪重负 42%的受访者担心 明年的财务状况可能会恶化 21%的人表示 因为疫情 他们需要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 该民调还发现 加拿大人计划为买房做的预算和储蓄 一大幅增加 如果要购买新房 有预算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的预算平均值为 50万6646加元 相比2021年预算平均值 45万3231加元 略有上升 RBC房屋股权融资收购和分析高级总监米特里克分析认为 这项调查表明 加拿大过去两年的购房热潮已经消退 面对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激烈的状况 加拿大人现在可能会后退一步 在购房之前留出更多时间进行计划和储蓄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